家人就是會吵架 然後一個家人不會吵架的 那才詭異 對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這個過程 因為其實 每一個決定都不是想要建立在傷害誰 所以有考慮出來參選吧 其實我有想過 不要不要 先不要 這群人雙胞胎 普婷跟內幕 展瑞英哥一句話哽咽落淚了 這不是明年要停的嗎 就是明年 不知道什麼 我以為是 各位不是1月1號 不是1月1號 你就是那一個 不給我看清楚了 358萬訂閱數的這群人 日前才公布明年要停更 雙胞胎展榮展瑞 這不就來回應網友們的所有問題啦 我們有討論覺得可能是 年中後 可能6月以後 我們只是停更休息 然後去想一下我們之後可以轉變模式 或者是我們還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它是一個 轉類點 我們很多時候會把感情 跟團隊 限於一個平台跟一個作品 可是對我來說 這群人的存在 我們一開始不是為了 拍網路影片才認識 我們是真真實實一開始 就是無話不談 每天聊天聊到天亮 然後去吃宵夜的好朋友 我們的精神是不會滅補 龜子持續在這個時間 多醜善改的弟弟展瑞 有別於淡定人靜的展榮 因為哥哥的一句話讓他忍不住落下男兒淚啦 他就那時候就很感慨跟我說 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時候是想的是多數 但真的去做是少數 而且有些事情可能年輕的時候沒有做 就會越來越不敢做 然後很少有這個機會可以跟我哥說謝謝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敢表達感情 然後我很想支持我哥去完成他心裡面的夢想 他身為團長他就會常常說 就是因為這個不能 就是這個不能不去照顧 然後這個別人會怎麼想 那個別人會怎麼看 老實說最難過的是有時候 你真的想要表達這些東西的時候 然後別人就要用一些很傷害你的言論 去講一些或需要的罪名 然後常常要把別人污名化 我覺得最難過的是這個過程 因為其實每一個決定都不是想要建立在傷害誰 家人就是會吵架 然後一個家人不會吵架的 那才詭異 對 哎呀雙胞胎真的牽著手打破不合傳言啦 我們牽著手想看人生超級超弱 只有快樂的你和我 不開心笑笑就帶火 我們牽著手 很應景喔我們牽著手 歌名就叫我們牽著手 說好了一起到最後 因為聽也是一來一運啊 我們牽著手就是告訴大家 不管在哪個立場裡面 不任何顏色 對不任何顏色 所以有考慮出來參選嗎 哈哈哈哈 那一來一人全部考慮 你們有考慮 對其實你裡面知名不要選個里長 應該不是問題吧 完全沒考慮啦 其實我也想過這樣 不要不要先不要 我覺得只要不要是搞笑的 我都願意少了 因為我已經笑了時代 你可以先學習 因為我都先學習 喔OK 所以就變原本在哪裡 欸還是你看看我們這裡 他可以去當顧問 考慮過進到比如說傳統媒體 他月薪會有20萬嗎 蛤 沒有我一個月要20萬 好那我還寫一個月要20萬 哈哈哈哈 是假的 完全是空的 不適合職場社畜 我看兩位還是回去當你們的YouTuber吧 我要做我相愛錯的 想要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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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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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